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国际博览中心 我们的CDCE 现在在我们的N4展馆 继续给大家探寻我们的行业大咖展馆 现在我是来到了咱们的先控EMI展位 那么也是非常非常的荣幸 是有请到了咱们先控的我们的展位负责人 你好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您 陈继生 我叫陈继生 来做先控 那么今天有没有什么产品和我们的一个新的技术 来带到我们的展位给大家分享呢 有的有的 这次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 其实我们的产品呢 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不断的满足市场和更好的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那么我们可以带一块来从我们的展品上看一看好吧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跟随我们先控负责人的步伐一起来 我们先控展位来亲自来体验一下 来有请 那我们从这里先开始吧 好吧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磷酸铁锂系统 这是一个产品的介绍 这是我们的产品 也就是说目前来说 锂电池来替代千酸电池 已经成了一个大势所趋了吧 为了适应这个潮流 我们就研发了这个锂电的系统 那么锂电系统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虚弯寿命更多 体积更小 倍率更大 投资 价值 对用户来说 就是性价比更高 哦 原来如此 其实这也是增加了我对锂电池 这样一个了解 因为我发现今年咱们各个公司都有在往锂电池这一块发展的趋势 是的 那么数据中心 从历史上来看 大部分的这个应用呢 还都是千酸电池 那么 对于数据中心来说 寸土寸金啊 所以它的这个千酸电池 占定面积 承重 对于客户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那么锂电呢 可以理论上可以比千酸小六倍 就是能量密度能提升六倍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大大节省用户在这方面的投资了 那么我们这样一款产品的话 您可以简单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好的 这个你从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一些关键的特点 首先在安全性上 我们采用了这个磷酸铁锂电芯的这种派克方式 是在每个电芯之间都保证有七毫米的绝缘 那么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什么 电池如果出现故障以后 它的故障扩散 我们要克服这个问题 同时在电池的管理上呢 我们比方说安全性上 从三级架构 主动均衡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绝缘防护 多层绝缘防护 那么综合来保证整个系统的绝缘 整个系统的安全 整个系统的寿命 这是我们围绕着电池系统的一个整体的设计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产品呢 这个产品 这个是我们的模块UPS系统 这个产品呢 应该来说是目前业界功率最大的一套系统了 这是一套950千瓦的一个系统 900千瓦的一套UPS系统 这个系统呢 是由我们最大的模块 叫75千瓦一个模块来组成的 那么这个系统呢 有几个关键的特点 第一呢 模块75千瓦是目前行业里应用的功率最大的模块 因为我们以前主流都是在推50千瓦的模块 现在我们在同样的体积下 把它提升到了75千瓦 就是模块的体积没有增加 但是功率增加了 等于说从50升上提升到75了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说明我们的模块的效率 损耗都是非常非常好 效率非常高 损耗非常小的 才有可能做到这样 哇 真的是 跟您聊天 我发现我对于咱们这样一个产品 又有了更新的认识 谢谢 这个系统呢 一个是功率比较大 第二个呢 这个系统呢 它有几个关键功能上的一些突破 我们现在这个UPS系统呢 以前都是讲 有两种工作模式嘛 一种叫在线式 online 一种是叫ECO模式 就是旁路优先模式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计算 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模式 叫补偿式ECO模式 在补偿式ECO模式呢 我们就可以弥补了 ECO模式的一些缺点 提升了它的优点 因为ECO模式 相当于试电直供 但在试电直供的时候 它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它会有个中断时间 会有一些功率因素啊 协拨 就是负载对功率因素和协拨 对电话的影响 我们通过补偿式ECO模式呢 就把这些东西全弥补了 没有切换时间 无缝切换 同时呢 还能把协拨和功率因素 提高到非常好的水平 同时还能实现 效率高的这个水平 所以综合来说 这种模式 就是应该来讲 就是既达到了节能的目的 又提升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产品呢 好的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我们的一个微模块系统 那么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系统 是一个单列的微模块系统 微模块系统呢 它的特点就是 有相对的标准化 也可以根据用户 有一些这个灵活的定制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 是从封闭冷通道 到机密制冷空调 到供配电 到整个一个系统的监测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产品 那么跟我们合作的 叫克莱门特 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集团 就是空调啊 和我们先控呢 是一个集团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实际上来说 在微模块这个产品领域上 实际上是一个 从设计研发生产 都是一体的 相当于其实现在一体化 也成为了咱们追求 或者行业的大师所所趋啊 对对对 这个微模块 我们的竞争优势就是什么呢 就是产品 研发 组合 设计 都是我们一个集团 自己做出来的 真的是很棒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 要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区域呢 这是个什么产品呢 我们叫简单 叫它叫多功能双向变流器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它对于我们来说 可以实现 我觉得可以用五句话来形容它吧 第一呢 它可以实验多能互补 就是它可以接入 试电 储能 可再生能源 就这几种能源 都可以同时接入 然后呢 可以接上负载 那么它这几种能源呢 可以实现一些多能互补 就是我在什么时间 需要用电池 储能 我在什么时间需要用光伏 在什么时间需要用电网 都可以通过我这个产品 做一个科学合理的选择 所以我们叫一个多能互补 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呢 它可以实现叫 消风填骨 比方说我们上海 电费呢 它是有一个波动的 比方说在早上 10点到12点 是高峰期 到晚上可能12点 到晚上凌晨8点 这段时间 是属于低谷期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 电网的这个特点 在高峰的时候 尽量不用试电的电 在低谷的时候 尽量多用试电的电 那么在有阳光的时候 尽量利用阳光的电 所以叫消风填骨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这个产品呢 它本身呢 还可以是一个APF 就是一个叫电能质量管理 它除了实现这个 这个我说的多能互补 这些功能以外 还可以实现APF的功能 也就是它可以做 有无功的功率 做无功补偿 这样就可以节省用户 对无功补偿的一些投资了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这个产品还可以 它的只有范围啊 就是电池的范围 可以从250到850 那么这样的话呢 每一个模块呢 它都可以接一组电池 就可以便于我们那种 T次电池啊 跟它直接接入 就是不同容量 不同电压的电池 都可以跟我结合在一起 那么还有呢 就是它可以做 离网的运行 就是我这又 本来是并网 我还可以实验离网 离网呢 我还可以做到 无缝切换 也就是不间断切换 所以它还是一套 不间断电源 高效的不间断电源 所以这是它的几个 最大的特点 那么这个产品呢 其实可以 用到很多很多领域 哇真的好棒 我觉得这款产品 可以说是 性价比超高 而且很智能化 很人性化的 这样一个新品 真的可以说是 咱们先控的 拳头产品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还有没有什么 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好了 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这样一款人气最高 也是感觉大家都在 观摩的产品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好的好的 这个产品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 就相当于是一个数据中心吧 只不过是 它是一个机柜级的数据中心 我们通过这个机柜 您可以看到 包括监控 包括空调 包括我们里面的配点 都在一个机柜里完成了 那么它比较适合一些 比较小的机房 或者客户的应用 比方说银行的营业厅啊 或者一个基站了 或者一个5G的一个基站了 等等 它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建设出一个机房 然后呢 它关键是采用了我们的空调啊 配电啊 锂电啊 包括我们的动环监测 把整个系统的这种各种运行的数据 通过无线也好 通过都能及时的传达给我们数据 甚至形成一个网络 来对它这个整个这个机房的一个运营情况 做一个清楚的了解 所以它是一个高度集成 集成化 智能化 标准化的一个小机柜式的数据中心 哇 真的太赞了 这样一个高智能化 高集成的这样一个 专门针对咱们中小型机房 或通讯机房的这样一个设备 我觉得也是凸显了咱们先控的这样一个产品矩阵 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我觉得能够有幸参加这次展会 能接受到这么多朋友 也是非常荣幸的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为中国的这个数据中心产业 做得更强更大 走向世界 我们共同努力 好的 也非常的谢谢您 也希望我们的先控和我们的CDCE 一起共同成长 为中国的这样一个数据中心产业 真真日上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一起展望我们美好的明天 谢谢您 好 也谢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再见